这个弹指一挥间飞快的十年 我们看看张杰走过的音乐历程 来请看 十年 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段不短的人生旅程 2004年 这个出生于普通家庭的 爱唱歌的小小少年 初出茅庐 只是想要一个歌唱的舞台 你好 你好张雪 你好张雪 是张杰 只是她没有想过 不是每个舞台都有长久的关注和掌声 我妈妈给我发了短信 为什么我现在才了解你在外面的三年里面所承受的压力 难以想象 今天我好痛苦啊 一直在那个被子里面去哭啊 就是完全忍不住 没有任何的支持呢 没有人知道 从头再来到底有多难 我们只知道 命运给了这份勇气 最好的回报 成功唱区的冠军 恭喜张杰 你必须成为王者中的王者 张杰 我最喜欢张杰 我讲的是张杰 这就是爱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张杰的生命中 在这个你来我往的娱乐圈里 他遇到了很多份友情 也收获了永恒的爱情 我现在特别想感谢的人 特别想感谢的人是 娜娜 我让她每天回到家里的时候 不是一个冰冷的床单 而是一个女人 在等她的一个男人 因为爱情爱不不不 这也只是懵懵懂懂 闯进幸福的两个年轻人 庆幸的是 他们互相保护 学会了实实在在地去爱 我就问了娜娜一句话 我说那你告诉我你还爱她吗 然后娜娜就说我非常非常爱她 然后我也只问了张杰一句话 我说那你还爱娜娜吗 她说我到死都爱她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十年 张杰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小小少年 很高兴 我们在她的歌声里 听到了更多的幸福 更多的爱 在她的歌声里 我在这 我就在你身边 其实并没有走远 张杰 请为我们继续用爱歌唱 爱 永远年轻 闭上你双眼 让我亲吻你的脸 我觉得非常感动和开心的是 这个里面的很多瞬间 我们都在一起 真的可以说是看着张杰 从大家知道 但还不了解的张杰 变成现在那么熟悉的一个家人 一个亲人 然后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歌手 我们在这里